啊 我也要當Ending的妖精 嘿 我千千啊 要記得按讚還有按訂閱 順便介紹給你所有的朋友喔 三月到了 就是我們的靈魂唱跳歌手的時間了 但這個買不到啦 只是跟你們說一下 三月是靈魂歌手 今天呢要來開一個 我們很久沒有做的一個系列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這系列 好像就是久久才做一次 就是一個想買卻又怕受傷害的系列 今天呢要來開箱這個 好市多的草莓生乳酪蛋糕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過 因為最近在好市多的社團 滿多人在討論它的 給你們看一下 它賣相超級好 因為它連盒子都是粉嫩嫩的 就跟我一樣 我今天整個你知道一身擺 可是配它就覺得說 好像又有一種Pinky起來的感覺 然後這個呢 是PinkyPinky三中口味 沒有啦 這個 這個一個呢是399塊 然後是1.1公斤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 樣子是怎麼樣 它是說是抖開吧 它在… 它在開的地方應該在哪裡 可以 我們很久不見 在這裡啦 在這裡 來 我們來看一下它 究竟 打開的那個草莓的香味還滿重的耶 給大家看一下 下面還有這個是Oreo的餅乾耶 然後 烘聞起來香味真的是還不錯 烘聞 相當的漂亮 它的側面看其實會滿明顯的 它的那個吉利丁還滿厚一層的耶 看起來還滿漂亮的耶 你看 來吃吃看它的味道怎麼樣 直接斷頭 連草莓都沒有挖起來 還滿酸的耶 我覺得它的乳酪味道沒有到很重耶 基本上都被那個酸味給蓋過去 你咬到上面的生草莓的時候 你才會有感受到草莓香 但中間的那層其實沒有耶 就是酸味大於乳酪的味道 你吃不太到乳酪的感覺 然後它的那個酸又不是那種草莓的味道的酸 我覺得還OK啦 就是它吃了不會讓你覺得 不會讓你覺得驚豔的感覺 但我個人是不會回公 因為對我來說酸度有點太高了 因為我個人比較沒有那麼喜歡酸的蛋糕 而且這個酸啊 是有一點點那種檸檬塔的那種酸度 對 它 它剛剛 它的成分裡面說它有那個 檸檬汁耶 它就屬於那種檸檬汁的酸味 所以對我來說有點too much 我沒有那麼喜歡那麼酸的感覺 欸 好是說最近可能因為草莓 自己超多那種草莓類的那種甜點 我就看到它有一款 黑色草莓森林蛋糕嗎 然後我就很認真在思考說 這個我好像開箱過耶 然後查一下 嗯 我有開箱過 我就想說旁邊有一個草莓塔 不然我來開這個好了 我就查一下 欸 我有開箱過 我每次都會忘記說 喔 我有開箱過這個東西 好酸喔 我們是不需要盤子的 來挖一口 欸 但吃草莓的甜點不知道為什麼 就有什麼少女感耶 你們覺得有嗎 欸 我滿喜歡它上面的那個 鮮草莓加吉利丁欸 其實我平常呢 對吉利丁還好 可是跟草莓搭在一起 那吉利丁的汁 它又有那個草莓的香氣 我就覺得還不錯 然後可是就一咬到下面的那個 乳酪 然後又很酸的時候就會覺得 喔 有點歡咩 如果也是乳酪啊 對這個應該會有點失望 我不知道啊 任性什麼我不知道 因為我這個系列不是想買 卻又怕受傷害嘛 然後我想要拍一個是 大家每次去都一定會買的品項 欸 不知道喔 我本來覺得我會很常回購東西 也算是偏冷門 但是我之前有一次 影片裡面有問過大家 然後大家留言的東西 其實跟我買的差不多 我就想說 莫非我們果然是信有靈犀 一點痛 信你點人的 欸 那是什麼 嗯 還沒用到衣服 真的要酸喔 有一種那種古道梅汁綠茶酸味啊酸味的感覺 好 然後我最近啊 久違的又開始回去看Running Man了 結果發現最近的Running Man真的好好看了 不知道為什麼最近好像比較少那種追逐師那個 名片 吃名牌的那種戰鬥 但是我覺得還是好看耶 學生時期坐車的時候啊 都一定會載Running Man 坐在客運上看 然後之後呢 就已經好一陣子沒有看了 最近再突然回去看就覺得有點 有點被驚艷到 而且我覺得好舒壓喔 滋銷真的是還是很漂亮 好膩啊 滋銷好膩喔 而且它的酸不是會讓你覺得舒服的那種 你們好市都喜歡回購什麼甜點啊 我好像以前最常買的是草莓的千層蛋糕耶 現在比較少買它了 其實我假日去逛好市都的時候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它的那個 裡面二氧化碳濃度太高還是怎麼樣 就是我每次去逛的時候 其實我都還滿容易頭暈的 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我之前有逛過就是 前面的人在討論說 這千天之前有開過耶 我就想說欸 我就在你的後面 而且人跟他說欸 對啦 我有吃過我覺得怎麼樣 但後來想說算了不要好了 怕嚇到他們 只是有時候在好市都遇到真的有人 我快吃完了耶 結果也沒跟到他聊什麼 這一塊是 他的有勁嗎 那邊自己的圖出來耶 他就是你知道這代表什麼 他就是很適合當最後一口的一個王子 欸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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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噔…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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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聽得懂 噔噔噔噔 你知道我在唱什麼嗎 大家就是在幹嘛啦 那個Shining回歸啊 因為屁一直當結尾腰筋 我覺得太可愛了 啊 我等一下吃完最後一口 我也來當結尾腰筋一下 這吃得下嗎 好像滿大狗的耶 來囉 最後一口 好吃 吃完了 今天開箱呢是好吃多的生乳酪蛋糕 我覺得整體而言呢 其實我覺得有點太酸了耶 比較沒有那麼符合我的個人口味 因為我對酸的蛋糕還好 尤其是它的酸對我來說 已經接近在吃檸檬塔的感覺 我很喜歡吃檸檬塔 可是這跟我預期的草莓 生乳酪蛋糕的那個方向 可能比較沒有那麼一樣 草莓本人呢 我覺得算是酸中帶甜才OK 但整體而言就是 我沒有那麼的尬贏 不知道大家覺得怎麼樣 因為這一款其實評價還滿好的 大家如果有吃過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給我 然後順便再麻煩大家 幫我推薦一下好市多 就是你去的時候 一定會買的品項是什麼 跟你最近有吃到什麼東西 好市多的東西 你覺得 好吃耶 然後你有經驗的新品 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因為我呢 我真是久違的逛好市多 發現有很多東西沒有吃過 所以需要大家的推薦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要 非常感謝大家看我的影片 就先這樣子 Bye Bye 有人懂我在唱哪一首歌嗎 好啦 Bye Bye Shinny's 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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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先來吃過 太好了 OK 谢谢大家